在前几日 上小菊在演出中就表示 因为谢金的辈分太大 以后就绝后吧 二哥以后也不敢收图 想把谢金挂墙上 但在近日 德云硕师爷谢金发文 晒出了与儿子的合影照 与此同时 谢金还配上了一段 夸赞自己的文案 而从这段文案 也可以感受到 师爷谢金 平时照顾儿子的时间 还是蛮多的 不过看到师爷谢金 与儿子同框 评论区画风 却集体跑偏 有网友直呼 二哥小菊的爷爷 真是可爱 而有的则表示 东哥的叔叔真是可爱 也有朋友感慨到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 谢金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 不得不说 看到谢金的儿子 脑海都是上小局 哄爷爷的画面 对于师爷谢金 相信很多朋友 是非常喜欢的 在生活中 他像个大男孩一样可爱 在儿子没有出生的时候 谢金常常晒雨 李赫东的点点滴滴 而有了儿子之后 东哥也就不香了 儿子导成了他的一切 不过也有朋友来了一句 谢金也是有段时间 没有发文了 还真是挺想念他 三天两头晒照的日子 也不知道德云社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那种热闹的景象 看到这儿 也有新来的朋友好奇了 德云社谢金是文字辈的 在相声界也算是大辈分了 为什么他与郭德纲的徒弟搭档呢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而至于谢金 为什么与李赫东搭档 在直播的时候 东哥也是有讲述的 当时李赫东是这么说的 自己接到谢金电话 他就在电话里询问 能否和自己搭档 因为翟国强老师不能出差 他想出差演出 而听到谢金的询问后 李赫东也并没有立刻同意 毕竟当时谢金 李赫东都是斗梗演员 如若和谢金搭档 那自己势必要转到捧梗上去 在放下电话后 李赫东也是思考了一番 因为东哥当时在斗梗 遇到了瓶颈 意识难以突破 如果转行捧梗 得到谢金父亲谢天顺的指导 或许会进步快一些 于是李赫东便同意了谢金的邀请 与谢金开始搭档起来 说到这儿 也有朋友表示 谢金李赫东成为搭档也是蛮好的 一个是德云社的大辈 一个是德云社的狠人 正好相互制衡 要知道和谢金搭档的演员 也是有压力的 毕竟人家是文字辈的 尊师重道也是要在谢金身上有所体现的 而面对李赫东也没有那么轻松 东哥进入德云社之前的传奇故事 也是令很多人胆怯的 所以谢金李赫东在一起 也是非常完美的 一个是我辈分大 你不能对我狠 而另一个则是我狠 不怕你大辈分 当然这么多年搭档下来 京东组合还是留给大家很多美好的瞬间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扒一扒他们之前的作品 是非常的逗乐的 在台下 这两位也是互动不断 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 谢金没少喊话李赫东 以此逗乐自家的粉丝 也是民修行的 Խ